HELLO 各位伊甸好朋友大家好 今天再跟各位介紹一棵比較稀有的果樹 鏡頭前面的這一棵叫做巧克力布丁果 又叫做黑柿 那這一棵黑柿呢 種在這個原子 地質再跟原子大約快兩年了 那當初地質下去的時候 差不多 二三十公分高而已喔 還是一個小苗 而且是石森苗 那原子的前頭也有地質一棵 比較晚地質 那這棵比較早地質 將近快兩年 那從我接手這個石森苗 到現在也不會超過三年 差不多兩年多而已喔 這是一個嘉義地區 專門種酪梨的一位青龍 胡先生 胡先生一個很優秀的年輕青龍 送給我交流的 那他送給我之後呢 我經過了一兩次的換盆之後 就拿在原子裡面地質 那去年呢 這棵黑柿 巧克力布丁果 部分的一個枝幹呢 有萊花 可是最後呢 都沒有成功的一個壽粉灼果 那今年又再度萊花 而且今年來的話是爆發爆量 每個枝條每個枝條都有萊花 我們就近看一下喔 他的花礦 這是巧克力布丁果的花 為什麼他叫做黑柿 我想 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分類的 因為我我看過那個 我吃過那個果實喔 他一點那個樣太不 應該也算像 因為他除了果肉是黑色之外 其實還蠻像柿子 然後呢 你看到花齁 其實他的花呢 就跟柿子花蠻像的 跟柿子花蠻像的 你看這花開得多漂亮 還沒開放啊 還沒開放啊 這都是花包 但是看起來就是很不錯 很療癒喔 那比較老的葉子呢 是深綠色 比較剛長出來的葉子 是淺綠色 那搭配這個花包 看起來還蠻不錯的 這個就是巧克力布丁果 那胡先生跟您報告一下 謝謝您 你的巧克力布丁果呢 在這邊成功的 成功的萊花了 第二年 希望今年能夠 能夠著果啦 去年萊花 有好朋友跟我們講說 這種巧克力布丁果 第一年的花 不太可能著果啦 後來我不太信 可是不信也不行 因為事實上就是這樣子 那今年是第二年 第二年萊花了 第二年萊花 希望今年呢 能有機會 成功的掛果 所有的枝條 多多少少都有花 還蠻多的 上上下下 底下這個枝幹 也是枝條 都是花 所有的枝條都有花 多跟少而已 上上下下都有 所以它的花量還蠻大的 花的量很多 那有些花呢 還比較大 有些還蠻小朵 你看它的一個花 花的一個結構 你看它 一個花梗出來 中間的花包比較大 旁邊還帶兩個小花包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結構 會不會是有公有母 有人對黑市了解的話 可以透露一些訊息 給我們知道 我們對它比較陌生 第一它有沒有公母素之分 能不能自花壽粉 有沒有什麼條件 那種植需要注意哪些技巧 有知道的好朋友呢 請訓練指教 傳授一下功夫吧 好了 那簡單分享 分享這開花的喜悅 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